《色相》是一個翻譯劇 大概接近十年前香港也有演過這個電影 演的時候是在香港藝術節演的 這個電影的原本英文叫做《The Shape of Things》 在香港演的時候叫做《改造情人》 現在十年後劇協很想演這個電影 就邀請了我去做這個導演 而這個電影也有另一個翻譯叫做《莊梅岩》 就是《work out》這個新版本 這個電影其實就是四個戀人的故事 男女主角叫做Adam和Evelyn 由他們相處、相識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事件發生 他們一直在質疑究竟愛情是什麼 這個男女主角其實他們相識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互相在改變對方 特別是這個男女主角 被這個女主角一直在改變 這個電影也在討論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為對方去改變 改變了之後 你又是不是你自己呢 對我來說 在這個電影裡 我們這次不只是在討論改造 十年過去了 整容都不是什麼 你今天在你的IG上揭開 你不同的look都有 下不同的filter 對我來說已經不存在被改造 或者不被改造 因為我才會第一個在改造我自己 究竟什麼是真實 我們都不知道 那何來談改造呢 所以我和莊范吟都很大的討論在這裏 結果我們出到色相這兩個字 我想色相其實如果你在Google裡面找的 就是它是說萬千的外在 就是佛教都有色相這件事 那每一件事的外在是什麼呢 亦都是它說當陽光射下去 折射出來 所有的顏色就是色相 我們嘗試找這件事 就是真正的外在是什麼 外在和真實有些什麼 我們就出現色相這兩個字 當然在這個電影裡 都說很多關於性的議題 色相這兩個字也會帶到一些想像 你幹什麼 當下當行這樣好像有點不自在 有什麼問題我沒有事 真的嗎 幹什麼呢 我們喜歡幹什麼幹什麼 我去廁所搞事都可以 誰在乎 那些空間也在乎 那些空間也在乎 那些空間什麼事 我們是成年人 我們想做 行了行了行了 Janny和Philip就到了 我們遲些再談這個問題 OK 我想談的 可以談的 不過就 你明白吧 我明白 我們遲些再談 遲些直接搞 OK 我看看陳詞有沒有人 好 我是劉俊謙 我要飾演的角色叫Adam 他是一個大學生來的 就讀英國文學 他大概是一個比較內向 比較窄的人 我叫韋羅沙 我飾演的角色是Evelyn 就是在香港間大學裡面 那我就是 裡面的一個學生 我讀藝術的 我在讀書 他在那裡讀書 我們就因為 在餐廳 他是那裡的管理員 我去到餐廳 想做一些事情 是不應該做的 他就截著我 我們就因為這樣 就有了第一次的一個 confrontation 然後就開始了 我們倆的一個relationship 那 電影一直到我們倆的關係 你會看到 這個人似乎有些東西開始變 可能外形會變 可能思想也有些開始不同 但是到最後 為什麼是這樣 是不是我 完全是我Evelyn的角色去做的呢 有沒有什麼目的呢 這個又 不能在這裡說太多 因為 電影就在那個位置 那我不能說的 我記得我中學的時候 他不是拍拖 是一個我很喜歡的一個人 然後我會很留意他 衣著 我會留意他去哪裡 他會做什麼 然後我就嘗試 我也想穿他穿的東西 他很喜歡Nike的東西 然後我就變成我也喜歡Nike 我就會對於我在街上看到 哎呀 為什麼會有Nike戒指呢 Nike手鏈 我會想要 如果我懷孕了 我就會覺得我像他 然後我就會跟那個人接近 我叫羅小林 叫我小林就可以了 我就是今年2018年 演藝學院畢業的 是的 主修表演 在這套戲裡面 我叫Jenny 就是 Philip 是 朱柏康的未婚妻 Adam 就是他的 前男朋友 你就是最好朋友 是的 是的 我其實以前很心疑Adam 但聽修我跟他接近了 然後就 有一些背叛的東西 最後就選誰呢 我會選Philip 因為對我來說 Philip是好玩一點的 嗯 Adam是悶一點的 而我覺得 維持一段關係 必須有趣味的 所以我會選Philip 我想我會先了解清楚 那個人大了 開始知道你需要留空間給其他人 包括自己另一半 甚至乎自己也要 有時候怎樣可以 製造空間 就是 怎樣可以 遠離一下 煩囂 就是 做事 要懂得放假的 OK 經常對著爸媽 其實都要懂得放假的 經常對著朋友 都要懂得放假的 那 對自己是這樣 對人更加 是的 因為其實大家是兩個 雖然相愛 但是是很不同的個體 現在這樣說 就很理性 就是很理性 去這樣解決 但是 不知道在中間 在解決的過程中 會出現些什麼 那就到時再交易 可能 在處理的過程中 那個女生發現 其實 她真的不行 要分開 那就傷心 那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樣問幾句 那你也沒辦法 對不對 這十年我們改變得太多 這個劇本寫的時候是01年 那時候沒有iPhone 社交媒體都沒有來 這十年我們改變很大 我不是想把它只搬來香港 我想回來 現代 我們第一件事 就不會問 裡面有很多兩個人先聊天 大家一坐下聊天 就十五分鐘 但是今天我們會這樣嗎 如果你有手機的話 會是怎樣的呢 有了一個手提電話 我不是只要更新劇本 而是 在這個劇本裡面的人 如果將它變成現代 他們的行動 他們說話的方法 甚至乎 這個劇本有很多掩飾 很多隱藏 以前只可以用文字隱藏 但今天我有個手機的話 我們的隱藏方式會不同 所謂的社交媒體 都是另外一個關照 就是看著 它也是有另外一種寫實 在這個世界上的播 那你怎麼看呢 在這個劇本裡面 我們就會不停討論這件事情 做到這個劇本 拍攝成功 拍攝成功 不可偉